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去林仓去逛夜市 林仓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有24个民族生活在那里 有汉族 瓦族 歹族 拉护族 还有布朗族等等 每个民族独有的美食板块 构成了风格独特的林仓风味 歌声不停 酒不停 点菜不用看菜谱 这茶水晚上是烤着喝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都很奇特呢 让人禁不住感到好奇 好吧 让我们一起去林仓去探寻一下吧 林仓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一位边林蓝仓将而得名 这里居住着24个民族 迷人的边地风光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形成了区域明显 特色鲜明 魅力无穷的林仓风味 而这样的个性 在夜晚来临后 才真正释放出它迷人的气质 诗诗是林仓市电视台的主持人 也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这一趟她将带我们寻味林仓 今天要带你打卡的第一站 就是咱们这边的茶马古镇 茶马港街 这一条就是咱们茶马古镇里边 比较热闹的一条街 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去看一下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吧 茶马古镇是林仓新兴的夜市一条街 到了晚上游人乳汁十分热闹 在这条街上 有很多连仓当地的小吃在售卖 花椒鸡 米干卷 带味烧烤 种类丰富让人大流口水 那我们先吃哪个呢 摸头辣 摸头辣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不知道 咱问一下老板吧 老板摸头辣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辣的摸头 辣的摸头 辣的抓头发 就是我们林仓人说的 辣的抓头 摸头辣是林仓本土小吃 腌制过的鸡翅 用大火把两面烤得金黄 再用小火慢慢烤熟 最最重要的就是 刷上让人辣的摸头的秘质蘸料 摸头辣鸡翅就做好了 来吧 尝一下一个摸头辣 就咱林仓人说的 辣到抓头皮的摸头辣 好烫哦 真的好辣 我碰火了 好香 好辣 这个真的是摸头辣 真的是摸头辣 虽然辣得让人受不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想要来挑战一下 像他们那个辣的摸头那种感觉 看来这个摸头辣 还真的是十分形象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夜市美食呢 这个就是耳快 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云南十八怪里面 就说八八叫耳快 指的就是这一个了 你看一下 快有我的脸大了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这个可以烤着吃 也可以和洋芋炸在一块吃 在咱们今天吃炸洋芋嘛 它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吃就是吃个做料 看一下这里就有十多种 十多种 这些都要放到炸洋芋 对啊 全部都放 炸洋芋耳快看着佐料丰富 十分诱人 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嗯 好脆哦 好脆 然后里面是软肉的感觉 对 吃的像耳快 我拿的这个是洋芋 好 这个是耳快 那个是洋芋 这个都很好吃 耳快有点像年糕 哦 其实差不多 做法就差不多 耳快是云南小吃里 常见的熟客 无论卷着吃 炸着吃 好像有了它的参与 食物才更有味道 诗诗说要带我们再去寻找一个藏有耳快的小吃 八八卷 没错 哦 这个就是耳快了 刚才我们吃的那个是炸着吃的 然后这边吃的这个是烤着吃的 我们这边的耳快呢 可能和你们北方那边的不太一样 你们北方那边是叫紫巴 对吧 然后是用糯米做的 然后吃起来呢 口感呢它就可能比较绵牙 然后我们这边它就是用大米做的 然后做出来吃起来呢 它就比较的软 可以当作配料来吃 摊主告诉我们 耳快有的人喜欢烤得干一点吃 有的喜欢软一点吃 慢慢烤干的耳快 看起来蓬松软糯十分诱人 用烤过的耳快做正的八八卷 是林苍人的夜宵必备 一到晚上 摊铺前就围满了顾客 为什么它有如此魅力呢 赶紧让这位摊主 给我们做一个尝尝吧 八八卷要用锅把垫底 把刚刚烤好的耳快铺在上面 放入芝麻 蒜油等 再把稀豆粉和甜面酱 均匀地抹在耳快上 最后配上牛串 用锅把卷起来 在吃八八卷的时候呢 一定要配上这个牛肉串 然后我觉得配牛肉串的话 我点的话 我会点这个雪花牛肉 因为它就可以受香剑 然后吃起来就会觉得那种 满嘴冒油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特别的爽 诗诗告诉我们 林苍烧烤的特色 就是富撒芝麻等干料 而是在烤之前 蘸上秘制湿料 这样更加入味 牛肉串在火上烤的冒油 看起来十分有食欲 据摊主介绍 这样的牛肉串 一晚上能卖一千多串 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 叫雪花肉 这个东西是很少的 一条牛可能多的时候有五六斤 少的时候就有半半斤 甚至一条牛可能没有 来往了可能就没有了 几十年了就专门就做牛肉了 其他的都没有 这个八八卷的摊子 已经开了三十多年 王翰勇是这家店的经营者 不过他更多被当地人熟着的外号 叫做大油肚 他的爱人被亲切地称为小红帽 来吃八八卷的林藏人 就认准他的大油肚和他爱人的小红帽 现在有的人找不到我们家 他们就靠 有一个代仰 我们走 我们就这样 传来传去传来 就变成现在的小红帽了 那大油肚是您的肚子吗 大油肚就是 从小就胖嘛 每个人进来都是叫胖子 这是人家顾客给齐的 我是林藏本地的 然后出去上了几年大学 然后每次都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然后一回家就会来这里买八八卷 然后排队也要来这里吃 因为味道很好 让林藏人如此痴迷的八八卷 到底味道如何呢 来吧 咱们的烧烤上齐了 我们就先吃这个 先吃八八卷 对 先吃八八卷 吃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就是大口吃 大口吃就会觉得特别香 对吧 挺香的 你看 它层次分明里面 它有最外面这个锅巴 我们叫的锅巴 还有里面的这一个拔拔 还有咱们的牛肉串 还有里面的酱汁 如果你觉得吃的不过瘾的话 你还可以一边吃这个 然后一边撸串 一口下去 锅巴的香脆 稀豆粉的纯爽 耳块的嚼透 牛肉的鲜嫩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如今第一代小红帽已经退休 王汉勇的儿子 王诗伟开始接力 卖八八卷和牛肉串 把第一道的连仓小吃 传承下去 我提前来我爸这个技术 但是我不想提前他那个大油豆 这边为什么敲锅又打鼓呀 其实呀这就是接待贵宾的 第一步的就是用锅骨来迎接我们的 我们来尝一下我们瓦族的水酒 这是我们瓦族最有特色的水酒 一进门就有水酒是吧 对 这是米酒 还挺甜的 甜 谢谢 谢谢谢谢 蓝祝不让是什么意思呀 蓝祝不让呢 它其实是一句祝福语 就是说祝你长命百岁 也有那个吉祥如意的意思 还没进门就感受到了瓦族人民的热情 全国百分之六十的瓦族都聚集在林仓 所以来到林仓 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瓦族传统美食 瓦王宴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 据说瓦王宴的吃法有很多讲究 何凤琼是这家瓦族餐厅的经营者 这里的门道还要他为我们来解答 一般呢瓦王宴是以那个长条的原木板为做 美食主要是有烤猪 烤鸡 烤鱼 还有那个葱干巴 还有那个牛排 可以用手来抓着吃 先把这个糯米抓起来 抓一头糯米 对 完了拿 拿几块子 拿一点 这个来一点 每样都来一点 对对对 每样都来一点点 完了这样捏 一直捏 捏成一坨就行了 捏成一坨 是不是很好吃 很香 它为什么要捏成这样吃呢 好多汤混合在一起 味道就更香嘛 这个很有特色 尝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葱干巴 吃了一下感觉特别辣 对 因为是瓦族 它就主要是以辣为主 这可能也是和我们瓦族的热情奔范的性格有关 冲菜是瓦族每天都少不了的食物 无论是什么食材 在瓦族这里就没有不能冲着吃的 在很久以前 没有其他的器具 智慧的瓦族人发现 冲着吃的食物格外入味 这样的美食就延续下来了 将烤好的牛肉干巴 加入些小米辣 阿瓦盐碎和蒜等佐料一起冲拌 一道下饭的瓦味就准备好了 真正的瓦味讲究的就是一个辣 除了美食 瓦族的歌舞和美酒也同样诱人 这种喝酒的方式叫做高山流水 歌声不停 酒不停 一定要痛快地好饮下去 我感觉太好了 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瓶了 第一次来 这个地方太行人了 风土人情太重了 你像这个喝酒是不是 这种喝法我第一次新的 很棒的 零餐很不错 会说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 会喝水就会喝酒的瓦族人 总是能够让外来的鞭客 感受到瓦族人民的热情 奔放喝酒量 你今天好漂亮啊 听说你要带我吃瓦味 所以我也专门为了配合你 然后穿了这样一身 盛专出席 有那个感觉 就像我们这边的小扑哨 小扑哨 就瓦族姑娘的意思嘛 那我得教你一句话 既然今天要吃瓦味 我就教你一句诞语 游历今旺 游历今旺什么意思 好吃好在的意思 好吃好赞的意思 那一直说要吃胆味吃胆味 那胆味它到底是 一种口味也才是 一道菜也才是什么 走吧 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的 尝一下 感受过瓦族的热情 诗诗又带我们来体验 胆族的诗情画意 但是诗诗说的胆味 到底是指什么呢 这一种呢 就是我们正宗的胆味了 看着颜色很丰富啊 很酸凉 咱们的那个胆味呢 它口味就是比较酸 比较辣 尤其是酸 咱先尝这个 你试一下 尝这个是吗 这个是咱们胆族的酸肉 是有一点的酸味 这个酸肉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的肉呀 它其实是牛肉和猪肉做的 这个就是咱们胆家人 比较普遍的一道家常便饭 诗诗说 这个发酵做成的酸肉 在这四道菜中是最不酸的 更酸的还在后头呢 接下来我觉得 这个是最酸的 你试一下 我觉得你可能会受不了 因为它又酸又辣 最酸的 这个叫什么 酸牛体筋 尝一下 试一下吧 怎么样 是不是比那个更酸 这个真的好酸 又酸又辣 但是挺开胃的对吗 是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的舌头已经麻了 夏季吃酸清爽开胃 那这里的酸味 是从何而来的呢 杨真是这家店的经营者 也是一名歹族媳妇 平日里都穿着精致的歹族服装 热情的招待客人 今天我们要向他学习一下 如何制作歹族酸肉和酸牛蹄筋 咱们的酸肉呢 很特别 做起来呢也很特别 味道更是特别 新鲜的肉呢 剁成末 然后加上各种歹族作料 要把它那个皮子和肉呢 粘在一块 这样呢吃起来呢就口感更好 有嚼劲 最后用八八叶把肉包起来 用八八叶包出来的酸肉 会带有叶子上的清香味 不过这个包酸肉可没那么简单哦 手法上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三张叶子一块 三张叶子一块 绑过去 把它就扣起来 好 再往一张 一 二 三 好了 像我们小姑娘一样 再来 来到这儿 再来一点点 好嘞 这个是我绑的 然后这个是杨老板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手法还是太粗糙了 我绑的更瘦一点吧 绑好的酸肉 在阴凉处放上三天 这个是阴汁好的酸肉 可以上桌了 可以吃了 腌了多少时间呢 三到四天 三到四天 就直接可以吃吗 咱们要加紧佐料 来 玩玩玩 就是挺酸的 发酵后蒸一下 再拌上调料 酸辣爽口的酸肉就做好了 酸牛蹄筋 牛蹄筋放在水里煮两个小时至软烂 切成条状 加入糯米稀饭 再加入牛肉汤 辣椒面 蒜泥等调料 充分搅拌均匀 放入挂中密封 腌制好的牛蹄筋酸辣入味 放入鸡松油搅拌 味道十分酸辣刺激 在生活不好的年代呢 因为吃的东西少 所以杀一头牛要吃好长时间 所以有腌制有挂钢的 这是有腌制的 可以什么时候想吃了 什么时候拿出来 这样因为可以更入味 更下饭 歹味的清爽 就像歹族人的秀气一样 在种了鲜花的歹饰庭院里享受着歹味 这样的临仓生活好惬意 阿娜你有没有觉得来到临仓这几天 每天都在下雨 对 就是天天都是下雨 其实我们临仓这边有一句老话 就是说有福之人水噜噜 什么意思 那他就是指有福气的人呢 他就是来到哪去到哪都会有雨 谢谢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呢 它不仅充满了我儿时的记忆 而且呢 这个地方呀 还有很多临仓的历史文化背景 走吧 带你去了解一下 好的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记忆 这些记忆会藏在美食里 也会留在老物件里 这里可以尝到地道的链仓味道 也可以寻到老链仓曾经的记忆 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 怎么样 什么感觉你觉得 感觉挺特别的 就是好多人都说 就是来到这里就感觉 第一眼看这边就想引个国务馆 然后看这边你看 然后这边 这个餐厅的感觉 对 而且是开放式的厨房 这就是这个餐厅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吧 咱们先去点菜填饱肚子吧 一会儿再来给你解释这一遍的东西 走 来吧 点菜吧 在这点菜 对呀 这怎么点呀 这个就是咱们临仓的一大特色了 点菜呢 不用菜谱 点菜不看菜谱 想吃什么菜直接挑选原材料 这可为难换了身为北方人的记者 好多原材料连名字都叫不出 更别说能想象到用它们做成什么菜了 到底该怎么点菜呢 还是让诗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咱们临仓啊 就是靠山吃山 你也知道临仓山比较多 所以就靠山吃山 然后在这个季节呢 就比如说这些很鲜的 它是属于山珍类嘛 然后就很鲜的这个鸡粥 这个健手青呢 就我们临仓比较多的一种野生菌 这个是咱们这边的树花 这个叫做树花 它是专门的长在树上的 对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这个真的可以说特别特别的生态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生存条件特别讲究 要是有污染的话 它就没法活 也是摘回来采回来 然后就焯水以后可以粘半 对于家乡本地独有的这些菜 诗诗介绍起来格外的兴奋 接下来看到的东西 更是让它开心不已 哇 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小饭团 这个是什么 饭团 对 饭团 然后你看这个是没烤过的 就是用我们那个煮出来的米饭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圆球 按扁了 就这样 像一个我们这边说的巴巴一样 然后拿在 放在这个烤楼上烤 你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的吗 对 我小的时候 我外部可喜欢给我做了 感觉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儿时的味道 这个真的是儿时的味道 就是捏几个小饭团 然后坐在那个火坛边 一家人其乐融融那种感觉 小小的饭团到处都充满了回忆 那么看了这么多 我们最后要吃哪个呢 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主角呢 就是咱们林仓正巴基的老味道 就这个 这是什么 林仓的八大碗 八大碗 实实说 这个林仓土八碗 在以前只有欢丧嫁取重要的场合 才可以知道 所以也是它最难忘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林仓最地道的老味道吧 一般就要先吃这个 这个叫千毡 咱们的千毡 这个在挑肉的时候 就专门选那个猪的三线肉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蒸啊 还有加上下面的这个腌制的这个拉腌菜以后呢 它可能就会出来很多的油 肥而不腻 千毡肉一直都是演习上最受欢迎的菜 制作这道菜也十分考验厨师的手艺 食材主料选用当地山猪身上的五花肉 这种肉肥肃相间 制作出来的千毡肉肥而不腻 软糯有肚 再加上厨师咸熟的刀工 厚薄有肚的肉片片片诱人 制作千毡肉还需要林仓本地的酸辣腌菜 作为打底放入下面 制作出来的千毡肉色泽均匀 口感俱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八大板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都是林仓人最难忘的味道 这是以前奶奶给我做的 这是爷爷以前给我做的 我妈做的好像没有这个做的好吃 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勾起很多故事 品尝完美食 逛一逛饭堂旁边的收藏馆 在老物质里寻找更多以往的回忆 这家店的经营者黎明 是第一道的联仓本地人 也是一位日海传统文化的收藏者 多年来收藏了一万八千多件 联仓当地的民间老旧物质 对于这里的每一个老物质 他都能讲出一个故事 这个原来我也搞不清 也搞不清它是个傻 因为它是一个主楼 外面吐了一层牛粪 它就是密封线 但是我们一直弄不清楚它是啥东西 后来知道是油楼是装油的 过去就是我们现在的植物油 它是液体的是吧 我们没法想象一个用竹子做的这个竹楼 我们的新人是吧 用其实也是那个没辙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稍微落后一些 那么只能用这个方式 也是我们吸引了一些智慧 这个大概也是在清朝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老物件和联仓的老味道放在一起呢 黎明有自己的想法 它有一个餐饮感 比如说看我们像这个装油的是吧 我们那边也在使用油 它是和这个餐饮环境 它的加工过程啊 工艺过程啊 它和这些东西产生了一些必然性 迎来我们的幸运的 也就靠这东西来以生存 这些过去的味道和老的物件 都在唤醒着我们的记忆 在雨中慢慢的品味 林仓这座古城也变得更加有味道 除了美食 林仓的茶也特别聪明 不仅是销往全国 而且是销往全世界 在林仓喝茶不仅喝的是生态 更是喝一种民族风味 施施打算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拉护族的烤茶 我们在进行的是 拉护族的烤茶叫拉巴多 多的话就是我们的茶叶 拉巴的话就是烤 我们在烤制茶叶 何西曼是一名茶艺技师 他告诉我们 拉护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喝茶能够振奋精神 使狩猎时更加兴奋 那么为什么拉护族的茶 要烤着喝呢 茶叶的话 它杏本比较含量 但这样喝的话 也一方面提高它的香气 同时呢 也更加把它的这些含性 给它去除掉 而且喝这样的茶叶的话 比较去含湿 用陶制小罐把茶叶烤香 然后注入滚烫的开水 茶在罐中沸腾翻滚 再进行出汤 过滤多余的茶渣 烤茶就制作好了 听着拉护族古老的传说 喝着香浓的烤茶 一口品香气 二口品人生 三口品回甘 林苍的夜在茶香中画下了句点 林苍被誉为是恒温之城 全年的温差不大 适合旅游还有养老 林苍山多水美人更热情 在那里可以品尝到各种少数民族的美食 可以去双江县去采摘茶叶 也可以到苍原县去感受 翁兵瓦寨的原始部落风貌 不过林苍下级多雨 紫外县非常强 如果您要到那里游玩 一定要带好雨伞 做好防晒 好 明天的夜市全攻略 我们要带大家去河南省的三门峡市 去转一转 尝尝三门峡人最爱吃的 石子馍和烧饼夹肉 到底有多香 喝一碗林苍人最爱的羊汤 看当地人怎么把一碗羊汤 变化出不同的美食 见识一下什么是地坑苑 吃一回闪粥十万席 还有摔不烂 挠不断 炒不乱的一生凉粉 那除了这些 在三门峡的夜市上 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好的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的消费主张节目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 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 朋友们 待会 我们下期再见